我剛剛講的重點有一些我會把它截圖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有一些細節假如沒有注意到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第12列這邊凍結窗口 然後設計的話 剛剛有同學找不到這個功能 所以其實你可以找一下設計裡面有個交叉 這個分析篩選器 打勾兩個 它就出來 出來的話把它做設定就可以了 好那再來的話就21部分 21的話呢它題目要什麼 就是在這個地方幫我選擇什麼 選擇那個管理學院 與統計 統計學系和資訊管理學系 然後篩選出這兩個 所以你會發現它條件起來蠻多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選那個什麼 管理學院 那管理學院的話呢你可以找一下那個 剛剛我們做的上面這個 管理學院點一下 你會發現管理學院出現 它這邊的話 先把它篩選取消一下 點一下管理學院 那這裡的話你會發現 它裡面有沒有那個什麼 其中的話它要什麼 統計 學院 統計系 統計 統計 統計在哪裡 它這邊的總共有6 底下因為它的高度不夠 所以它有時候會跑到下面 OK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在這裡 統計學系點一下 然後再來特別注意 如果你還要再選什麼 選那個資管系的話 資訊管理學院按 Ctrl鍵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一定要點一下那個 Ctrl鍵 如果你假設沒有按Ctrl鍵 它不能複選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再給 這個 它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提名部分 也就提名欄位 做兩個條件的篩選 也就是說要找 找資料 找什麼資料 找那個 提名的欄位裡面有這兩個關鍵字的 特別說 其實包含 就是所謂的關鍵字 也就是說如果說我今天要找什麼 找資料的話 裡面有沒有那個什麼 Network的關鍵字 當然並不是說叫你往下自己慢慢用眼睛找 而是說 你如果要找關鍵字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Excel裡面有一個類似 關鍵字搜尋的功能 就是在哪裡 文字篩選 那如果我說呢 你要 關鍵字的話 其實就包含 也就是包含哪一個字 你把它點一下 包含 包含部分的話 假如說你要找什麼 這個 提名裡面 意思說那個 書籍裡面 有沒有關鍵字叫 Network 網路的 那你可以找一下 所以你把關鍵字打上去 那所謂的包含就是說 只要這裡面有這個關鍵字 他就幫你顯示出來 所以你打一個Network OK第一個關鍵字 那除了這個關鍵字之外 假如說你還要找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你就用什麼 或 特別需要 或的話是說 找有Network 還有第二個關鍵字 第二個關鍵字 不一定重疊 不是說這本書裡面 都要有這兩個 如果你用且的話 那就是兩個都要有 OK 所以他這題目應該是 或 包含這個 或 所以關鍵字在這裡 記得 或 這個模式 這兩個字 那也就找這兩個 反正兩個 只要其中一個出現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調動出來 那一樣是包含 包含就是找關鍵字 那包含模式 OK 然後 找到之後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把資料給調用出來 那你會發現 找到的話 應該就會有 底下 這幾筆 總共有 四筆資料 那你會發現 這樣細看的話 理論上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要的 有沒有Network 不過他有Network加S 有沒有 那其實只要有這個關鍵字 而且 他還 不 區分大小寫 也就是我們剛剛打大寫 但是他其實 手字小寫也出現了 OK 這裡看一下 注意一下 那這邊也有Network 這個也有 然後還有這是什麼 這是模式 這是模式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做全文檢索 關鍵字查詢也可以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查詢系統的話 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先把資料放到Excel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分欄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根據哪一個欄位 去做查詢 OK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篩選漏斗 那如果你要讓它恢復的話怎麼恢復 其實很簡單 記得把漏斗取消掉就可以 有沒有 如果有漏斗的話 表示 它是在查詢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點它一下 然後把它清除 有沒有 所以恢復的話呢 記得就是再點一下 那你就可以再去查別的 所以這地方把它取消掉 那上面一樣這邊不是一個漏斗 所以把漏斗取消 如果你要查別的科系的話 也可以把它取消掉 這樣就恢復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在這裡 常常我們會用到就是這個地方 只要裡面資料是文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包含 其實包含呢 就是關鍵字查詢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很簡單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把它自打上去就可以了 只是說了這個 比較麻煩一點 還是要自己 手動操作 所以下個禮拜 也許我們就會 把它改一下 改成一個 比較便利的 但是可能要寫一點程式 OK 還是要寫一點 這個 VBA的程式 再來的話 其中報告我在想說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個範例 把它衍生一下 所以請各位 可以思考一下 把這底下的資料 換成你有興趣的資料 然後做一個查詢系統出來 OK 那至於這個資料 你要 從哪邊取得呢 其實可以 從很多面向 當然如果你實在找不到 資料來源的話 好像我們 之前在 一年級上 那個 就Excel的課程的時候 城市設計的課程 我有提供給各位一個方向 你可以找什麼 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 其實就一箱框了 其實這些資料 看你 比較有興趣是哪一部分 比如說你 比較 有興趣的是 像我們之前好像有做過竊道 或者交通 或者是什麼公告地價 疫情 等等的 那你可以在上面搜尋一下 比如說我們之前要做過一個叫竊道 了解什麼了 了解這個 像台北市的住宅竊道 之前有講過這個 那你點下來 這邊就有CSV檔 也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OK 可以查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部分的話 就是 找出那個 就是2C的部分 找出管理學院 然後記得那個 統計跟資管 記得要按Ctrl鍵 然後再去 提名那個欄位 點擊 他的那個箭頭 裡面的話記得 包含 記得用貨 不能用且 且的話可能找不到 好嗎